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戴口罩对不对 所以我特别有买个小梗这样子 大家如果想要看我的卢山真蜜目就是这一位 那我目前在台中同中的医院 资讯部的AI Lab 那有关于我呢 第一个就是我在台中有成立一个agia台中的社群 那这个社群就是还run的还蛮好玩 就是有关于敏捷方面的一些软体派发 我们都在这样一个社群里面去做一些讨论 那第二个这个刚刚有讲过 我们有台中派 第三个呢我本身目前服务于同中和医院 那同中和医院 这边我不晓得大家对同中和医院的印象是怎么样 那我跟各位坦白说啊 我虽然住台中 可是我还没有去同中和医院前 我以为他是我家隔壁的小诊所这样子 那后来呢 进同中和医院之后才知道 那个办公室会走错路这样子 那他目前呢 是全国最大的区域医院 医学中心下来就是区域医院 所以他是全国最大的区域医院 那我们呢 这个专案上面来讲的话 今天等下介绍专案呢 其实是由我们院里面的 就是放射科的一个专科的医师 跟放射师来帮忙做一些labeling 那还有呢 同中和这边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办一些活动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来玩一玩逛一逛 为什么呢 因为最上面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旋转餐厅 那他是呢 就是全沙路无期的101 所以重点就是来101 然后呢做旋转餐厅吃一吃饭这样子 那欢迎大家如果到台中的话呢 也可以找我们 找我了 一起来聊聊 那这边呢 就是最近IRB很红 对不对 大家不知道IRB 彰化的事件 那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计划里面呢 其实都有事先申请过IRB 而不是先做再申请 那今天的这个agenda 大概就是这几个 那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就继续 那第一个呢 我们想跟大家来讲一下 勾诉就是这个肺部肿瘤 那肺部肿瘤 这样一个疾病呢 我之前呢也没有很深的感受 那开始做了这个专案之后呢 才发现说他是 这是几乎 这是发生率喔 这是 我的滑鼠 滑鼠这样 我滑鼠 跑不出来 所以我直接手这样子指就好 你可以看到这个发生率喔 就是首次的发生率呢 它是我们台湾的第三大 那 在这个肺部肿瘤上面呢 小于3的话叫节节 那大于3公分的话呢 叫总块 那但是呢 你说要早期发现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点难的 那为什么呢 是他在胸部X光 我们在放射科的影像里面用很多 数量也很大 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是比较小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之间跟我讲 他说这有些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看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用 那Dipline model呢 在X光影像上面 可以侦测这个节节几种块 那当然呢 就是希望之后可以整合 那个 到报告系统 那医生在打报告的时候呢 他可能在打报告过程当中 就可以先 我们可以先提醒他说 可能我们这个model里面 可以判断上面 可能有这个X光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这一个报告 就是也会整合到这个PEX的系统 而不是只是做一个单单纯纯的说 影像进来之后再去做辨识 所以 基本上这个系统 已经在我们医院算是一个落地 那从病人 他不能讲病人 就是检测的 就是接受检查的 这个朋友呢 他到我们医院当中 照了X光之后 那进到我们X光 这个影像大概会存在 这个所谓的PEX系统 那之后的话呢 那开始就会一直 有PEX9往后传送 那这个PEX9长什么样子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里 有这个影像资料库 那前面的话呢 就是可以接各式各样的医学影像 那有CT 有X-Gray 那这边的话呢 有我们的 这个 就是 就是来我们这边 就是接受检查 可能是患者 那可能是接受检查的民众 他的资料库 那我们先透过 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我们先去做第一步 我们透过 从病例报告里面呢 去做一些keyword search 那再从影像资料库里面 把影像找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在这一个地方 就去做去识别化 那去识别化之后 才会真的进到 我们的training data里面 那当然也因为 我们有 这个报告的一个资料 所以我们等于是 事先就可以做了一个 预标记 报告里面应该可能就是说 他可能会有nojo 所以我们 拉出来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 他可以找到nojo的几率 就会大很多 那 有这样一个预标记之后呢 那我们就是刚刚讲过了 有 我们的放射科的专业医师 那来帮我们去做人工的标记 那 做了人工标记之后呢 那进行training 那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做deploy 那目前我们用Dark 跟Insport 来做这样的一个 deploy的工具 那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们在医生 在打报告的时候 旁边就会有提醒他 那当然医生产生报告的时候 AI model 这个也不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一定会有错误 那当有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把一些 forced positive forced negative 的一些case 或是在collect 回来之后呢 再回归到 我们的这个 资料库里面 那再重新再进行我们的training 那我想 我这样子讲了之后 大家可能也还不是那么容易 可以想象 所以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video的影片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有开始吗 那这是我们的labeling的一个操作的展示系统 首先呢 这是有账号的 就是跟专案不同的人 他可以承接不同的task 那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进来之后呢 这个task他可以根据他做 被assigned到的 这个工作呢 去做 他想要做的labeling 这是他目前 他有的工作清单 比如说 这是我们院内的nojo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预标记 有检查报告 所以 医生的话呢 他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 bunding box的标记 这是在平面上面 那当然 医生他也去看看说 同一个病人 他在之前 的影像里面呢 是不是没有 而是新的 还是已经有了 所以 刚刚讲过 参考之前的 这个报告 那刚刚可以看到 那红色的keyword是 我们之前就已经预处理过的 那这里还有一个是专案说明 那专案说明里面呢 就是还会去做一些标注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讲 那这个是有关于CT的 那CT的话呢 它是一个三个轴向上面的切面图 所以我们标注的这个nojo的话呢 它是这个3D立体空间的一个球形 那有了刚刚的这样的一个标注的一个系统 这系统是我们就是后端的话是用flask 那前端的话呢 本来是用JavaScript jQuery写的模组 那接下来我们会用view来去做一些改写 就是再做更多的enhanced 那当你有了这个model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做这样的influence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influence的过程里面 会把这个model仪式 他觉得说这边可能他是认为 有这个节节或肿瘤的地方呢 他会把它显现出来 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显现influence 这样的功能之后呢 我们就是可以结合到医生 这个打报告的这样的系统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influence他会在这边讲说 他有发现呢 有看到那么久 那他这个AI他认为model几率是1.0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做model这样的training过程 这样一个pipeline的一个过程 那同样的 我们其实先套用不同的资料 之后呢 那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用 中央静脉导管的资料集 那他就是跟narjo的复杂度 比较不一样 那目前他的正确率可以到97.98 那我们的肺部的节节跟肿块的话 现在最好最好可以到93% 那这里是这个气管内管 他可以到98.18 那另外的话呢 有鼻胃管 那这还有一个心率调节器 那心率调节器 其实他是在旁边这里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到100%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因为如果我们要用AI model 来辅助这个医生 在这个报告上面的 打报告的系统上面的话 我们不可能只是 只有一个病灶而已 医生报告里面 他看到的所有都应该要出来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 Pipeline的形式呢 可以把我们想要看的 这个一个病灶呢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呢 一直的training下来 那在这个设计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 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采用 那个open source的一个 Laborment系统 他其实是有一些考量的 第一个考量就是 这标注者 其实他是一个领域专家 那我们讲句实在话 这个我是看不到那个 我是看不出来 Nodio在长在哪里 即使我们这个 这个在 我已经在医院里面一年了 还是不大清楚 那甚至于这个跟 这个我们那个 医师在讨论过程当中 他还讲说 这个我们的标注 现在其实是有分零级 一二三这样 三是一定没有问题 一定是有肿瘤 二的话呢 是非常可能有 那一的话呢 其实 甚至于不同的医师 他有一些底背 所以在这个过程上面 我们是其实根据这样一个领域 会去做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上面 flow上面的考虑 那第二个呢 我们的报告 其实还会结合医院的这个报告系统 所以透过医院的报告系统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预标记 那这也是我们在医院这个场域里面 可以做labeling 做的比较好一点点 好的 的优势 那标志的一致性 也是要去做提升 那提升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就是要事先沟通 那专业医师呢 你找他们进来 这一个标注的专案里面 就是要事先去做communication 大家要标注是要认为一致的 不要说有些认为有 一些认为没有 那我们把这样的labeling的资料丢进去model里面 其实model它自己也会混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事先让大家的标准是一致的 所以你要做好一些专案的一些说明 那当然后续的话呢 就会有这个标注者跟确认者 上面要去做 再double的一个check 那还有呢就是有隐私权的考量 所以在这隐私权考量上面 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资料 这个从我们的这个PEX系统出来的时候呢 要有办法去识别化 那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训练级 验证级跟乘试级 那里面的影像呢 如果是同一个人的 那我们希望呢 同一个人就要在同一个set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进去training的时候 不希望说他在这个训练级跟测试级里面 都有同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事实上 他如果有可能是会overfitting 那这边呢 实际跟大家讲说 这个标注我们 其实也有去那个 美国NH的open data 去把资料拉出来 那可以看到就是 NH它其实有注解non-finding 那其实是 它其实是高度怀疑的 那讲完了labeling系统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 还有一个这个即时的 那就是我们怎么样串到线上 当我们model chain好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从一个事件的驱使 是这边开始 有人做了S光 有人做了CT 进到我们PEX之后呢 那我们第一步 对不对 你不是从PEX进来 是从我们医院的 这个一个HIS系统 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个schedule 去检查每天 是不是有新进的一个检查进来 那开始呢 我们就去抓这个DICOM跟影像 那之后呢 我们还要把DICOM这影像呢 转换成这个PNG檔 那JPEG檔或PNG檔 那我们再进去 这个下一步的这个API Server 这Inference Server 那Inference Server呢 第一个是 我们用Placeker写 那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丢到 这个我们的Model 那我们这Model呢 那我们这Model呢 其实也是用Placeker把它包好 变成一个RESTful API 那用DACK的方式 把它做Deploy 那之后的话呢 Inference完的结果 你会有 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个仪式肿牛的HeatMap 要存进来 那Inference Result呢 也要存进来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医师 他在打报告的时候呢 他要参考这样一个资料 那医师 医师的部分在第八步 这一步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是Inference 所以我们30天以前的旧图 我们可能就把它拿掉了 那第八步的话是 刚刚讲到了 有False Positive False Negative的影像的话呢 我们也会回馈到原本的Dataset里面去 所以从一个即时的 这个胸部X光的一个系统里面呢 这影像一进来之后 目前我们医院一天 大概有3000张的胸部X光影像进来 那我们大概每隔15分 我们就是每隔15分钟去把资料拉进来 那做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大概5分钟的过程里面就可以把这整个资料Inference完 那目前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已经从今年2月Deploy上去一直跑到现在了 那再接下来下一步 因为我们在这个Pycom 所以还是想要讲一下程式 所以我就跟各位来聊一下这个 深度学习的这个模型的封装 那第一步这个模型封装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如果呢我们一开始做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这个training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是用Jubit Notebook开始 那最后你就会产生有一个Script 那这个Script到最后怎么样把它包到这个 变成一个可以上线的model 那我在这边呢就是提供 有四个给阶段性的做法可以来做 那第一步的话呢就是 你先把这个模型提取成class 那之后再把class包成Restful API 那你可以用Docker的方式呢 来把它封装 封装完了之后 因为呢 各个component 它都要去Access一个Storage 所以 我们目前在 实验的方法就是 用这样一个object storage 来去做 做这样的 各个component都可以共同存取 的一个network storage 那今天所讲的等一下 就是简报里面的程式嘛 我都已经放在这个GitHub这边了 那简报我也上传了 所以如果在那个Pycom的网页连结里面 都有这个简报 你们可以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内容 那第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很单纯的一个script 要做Inference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长这样子 你一开始Image进去的时候呢 因为要喂到 Legom里面嘛 所以要做Transform 那我们这边呢 先把一张猫 等影像呢 Open之后做Transform 那把它转换成Tensor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是把Model load进来 那Model load进来的过程里面 如果 各位有想要去 跑我的call的话 记得就是 要先 我在 每一个版本里面都有讲说 要去 Lode Pre-trained的Model 那把它放在适当的目录里面 所以你在这边 你把Model的 这个State load进来之后 那先设定好 它要做Inference 那之后的话呢 就把Tensor丢进去 它就会有个结果 那我们跑出来之后呢 照这样子跑出来 他应该就会讲的是猫嘛 程式其实 这个 范例很简单 所以我想 我就这样看过去 那第二步呢 是做什么 第二步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是 把我们刚才里面讲的 那个Model 把它提取成一个Class 那你在Class呢 就是用Python Package 的方法 Module的方法 那你就是 定义好 那我定义好上面呢 这上面三个 是变数 那下面呢 我们就是 Export 两个Function出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包一个 买ResNet 那有一个Unit Unit就是做 其实做我刚刚讲的事情 Low的Model 然后把一些东西设定好 那之后的话呢 你就Predict Predict呢 传进来 就是传进来一个Image 那Return 目前Return的话呢 就是 Class的名字 那跟它的 Percentage Model认为的 几率是多高 那刚刚那一个呢 是Model 那这个是Main Main.py Main.py的话呢 你就是 要做Import Import完了之后 咦? 我的游标 有吗 有吗 有出来啊 太好了 所以 你有先做Import Import完了之后呢 去做Inference 这样 就可以看到 那我 这边写的程式 都不是完整的程式 只是把我认为 比较重要的重点写出来 那第三个部分呢 它可能跟Python 不是直接相关 可是 你用DAC的方式 把它包装是 比较好Deploy的形式 所以 我 Demo的范例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 你会有一个DAC file DAC file里面 就会讲说 里面我要包装什么 所以 里面会包装的就是 我里面有包 Flaze 一个Flaze Cloud Web 就是这一个 那要安装什么呢 就用Requirements 来去做安装 那这边就是 里面的程式 那它的 这个Concept 就是这样子 你有一个程式的 那刚刚 写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包成 Restful API 那DAC DAC 它有 Flaze 通常用5000Po 所以DAC 呢 是对外的时候 开放的时候 我在这个host machine里面 用1500Po 来去Link 起来 好 那 那 所以 所以 这边的话呢 红色的部分 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Flaze Cloud 把它包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 长出一个API ImageNet 那 它跑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跟它讲 Status Code 那 一样 Percentage ClassName 那 用Jetson的方法 可以把它打出来 那 这个是DAC的封装 所以 DAC封装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把APP 加进来 然后 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DAC 一开起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 用 Gunicom 它去把Web 打开来 你看 啊 我们呢 现在其实是 所有的DAC 都deployed 在同一个VM上面 所以是用DAC Compose 来去执行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你的Image上面呢 就是 就是有AI Model 好 那 还是这样子 AI Model 那 这里是Model的名字 Model Berger 那之后的话呢 就是把Po 好 这样子的话呢 用CYL的方法 把 资料丢进去 那第四个呢 就是 如果你要去加 Object Storage 的时候呢 那要怎么做 那 这一个部分呢 Model其实 是 一样的 那它的概念上面 就是 我们 现在呢 用DAC 它的Valent 就是你用 Persistent Storage 那你可以把它 就是把Model 做的资料呢 就是写在外面 所以 我里面要用EfficientNet 我里面要用MobileNet ResNet 我全部都是写在这边 那所以 Model一漏进来的时候呢 我可以不用再重新 Model的Image 另外的话呢 DAC 跟DAC之间的沟通 就是用这个 MIM IO 那 MIM IO呢 它本身有提供S3的API 所以 那我们假设 你要像在医院裡面 要自己做 这个企业内部的部署 跟 我们要在做云端的时候 其实是同一套 还可以很方便 那 当你觉得说 Model要增加了 那就再多加一个DAC 那就可以了 那 你觉得Storage不够大了 那MIM IO也还蛮好的 就是 你可以再多加一个 那Storage变大之外 它还会帮你去做HA 好 那 接下来呢 这边 就是谈 这个程式 这应该是DAC file DAC file裡面就是 要加这个 你可以把 在host的目录 然后对应到 在DAC裡面 ModelState要怎么做 那这是MIM IO 也一样 就是有把Storage 对应 出来之后 那 那 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去 Connect MIM IO 的话呢 用这样的function 那你 你就可以 那 你就可以 去把 把那个 Connect object 就是 Connect object 可以把它 这个 Connect起來 那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的DAC 收到别人进来的时候呢 的 的资料 这是client 就是我 我如果要去 跟 我如果要去跟 那个 AI model 去做 influence的时候 我的 AI client 是这样讲的 先写一张 影像进去 这是fput 那 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call API 那这样他会得到一个 一个result 那这个是 我在host上面 如果 我要去读 那个model的话 那要怎么读 所以 我model的话呢 是用yaml 把它 存好 所以他就是 config 读进来之后呢 那用 这样的形式呢 我们去init 它 那后面的应该是一样的 好 那这是我最后一张 那 各位刚刚听到我讲的很多 对不对 那 其实 我们 很多的工作 其实是在做 做 这个 backend的事情 那也有在做 这个deploy的事情 那 就我们来讲 一开始来看的话呢 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呢 好像 这个model训练啊 这些事情呢 其实 看起来是 我们 一开始在接触AI的时候 蛮重要的 但是呢 当我们真正下去实作 尤其 要落地的时候 其实 我们觉得 可能应该是要长这样子 其实这个系统的整合 你怎么样把它整个串在一起 让它可以真正很顺的这个落地呢 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当然标注它 还是有它很重要的重要性 那 但是呢 运算力 跟模型的训练呢 现在感觉上model 已经越来越多可以运用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好 这个 这个部分 那跟资料标注的这一部分 事实上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 还是要回来 这个 欢迎大家来台中 两天一夜有 我顺便参加台中拍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 同中的医院呢 其实我们在这边 很实实在在在 发展这个AI的技术 所以我们成真 前端跟后端工程师 那欢迎 加入我们AI团队 一起来探索医疗性应用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Max带来精彩的演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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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